我是阿洋 在如花昏迷后 我来到了村长的家 村长跟我讲述了这个世界怪物狂暴的原因 原来一切事情的幕后黑手 竟然就是Hame 可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村长居然叫我去跟Hame干架 你开什么玩笑 你还不是让我去挖煤呢 村长啊 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啊 你说的那可是Hame啊 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啊 你让我去跟他打 那不是被单方面碾压吗 不不不 根本就不是碾压 我可能连被碾压的资格都没有 你这个想法怎么没有资讯呢 这个根本就不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好吧 这叫做有自知之明 既然预言说你能够和那个男人对抗 那你就一定要有这个使命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坚负起拯救这个世界的责任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喂 预言说我能对抗就能对抗 那他还说了其他什么吗 还有就是啊 预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呃 这个嘛 村长 你犹豫了 你居然犹豫了 所以说预言也不能够百分之百 确认我的实力能打过黑幕对吧 而你们靠着一条来历不明的消息 就要让我去白给 一开始 我们也不太相信预言上的内容 但是你不是出现了吗 你的出现就代表着 预言上的所说的一切 就有可能成功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我们也想要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不想这个世界 就这样走向毁灭 不是吧 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概率也太小了吧 你们就不能靠谱一点嘛 拯救世界总不能全靠拼命去吧 当然了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确实不能平平元气来拯救世界 所以我们需要先将这个成功惯例 往上提升 啊 这个东西原来还能提升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们村庄 其实是四大村庄之一的黑钥匙村 和钻石村一样 我们村子里的黑钥匙非常多 呃 钻石村我还能理解 你们村 要那么多黑钥匙干嘛呀 难不成你想用黑钥匙来贿赂我吗 我跟你讲啊 你用钻石的话 我说不定还能考虑 你要是用黑钥匙 可就行不通了 主要是黑钥匙这东西 拿那么多也没啥用啊 只要所有人会录你了 你人长得一般小刀都是挺美的哈 我们是想用黑钥匙传送门 把你直接传送到下界去 送到下界 喂 大哥 不用这样吧 我这还没开始跟黑命决战呢 就要直接把我给送到下界去了 你这进度跳的未免也太快了一点吧 你傻的太多了 我们把你送到下界去 只想让你去找一件东西 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件能够让你和那个男人对抗 而且不会被碾牙的东西